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有文明于是15分钟的机会 手机一滑就能够碰击 来自世界各地的影片 而要加入华世代板桥区 国光国小教师群 动作相当积极 除了学校建构网络系统之外 同时加强有关媒体产制相关课程 安排参访中加新视播有线电视 可是国光应该是广角镜 你看起来刚好 那我们大概到手上 自媒体华世代对教师们来说 都是时代知识 是他们当时在学校都没有教的事情 安排业界实际参访 以教师们来说都在教学科目上专研 少有机会接触媒体产制 参访行程从摄影棚看起 到摄影基础教学 了解影片产制的概念 从制作端着手 进入制媒体圈更加上手 另外目前施行的108克纲 强调媒体试读素养 对媒体了解更多 也有助于他们在教学上的帮助 经常有相关接触到 比如说我们看YouTube 或者是有看一些摄影的体验 然后我们今天是实际走进摄影棚 看摄影棚里面到底发生什么 甚至还有可以去体验 我们坐在主播台上 看到这个读稿机 然后我们试着看着镜头这样说话 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 自媒体的时代 现在连脸书都有自己的脸书 所以我会鼓励学生勇敢的上台发表 或许这个口语表达的课程 或许他将来想要走媒体的部分 或者是他在任何一家公司 担任发言人公关的角色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我也会鼓励学生们来 有机会可以到柜公司来自己参访 我也会从中了解学生 在目前使用资讯的习惯 除了脸书之外 YouTuber看了哪些 那哪些讯息是正确的 我可以及时的跟他一起 搜集资料来澄清 是非常大的帮助 从部落格纯分享 到电商社群 再到影片上网教学 媒体世代已经是进行式 但是对教学第一现场的老师们来说 必须要加快脚步赶上 透过新世波有线电视的实际参访 与业者交流 了解更多 才能和现在的孩子对话 带给他们有关媒体产制的 相关知识分享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导 孚炼 100块钱 相关聚 真大 小алась 不过